给我们睡的是我们的枕头 你们用的是你们家的毛巾 给我们插的是我们的毛巾 所以就不一样 你会说哎呦这个东西比较好 不 不见得 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问题 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给你个忠告 就是你最好把你们家 弄得跟我们睡的地方是一样的 你就会马上知道我们每天晚上想什么 这样子感受特别的强烈 尤其是总金 总金你负责采购 它一个采购角色下去影响整个酒店 那只有个总金你没有弄好 那一个枕头就全酒店 三百个枕头就统统没弄好了 原来总金你在家睡的那个枕头 跟我们睡的不一样 第四个 用过的毛巾跟睡袍挂在哪里 这里面我有几个意见 给各位做个参考 首先先给你看个图片 大家都说环保 我们做客户的是很愿意配合你们的 我们恨不得你们的东西都尽量不碰 你看我到海景 你问问海景 我有几个我的好习惯 我很少把海景的垃圾桶 每个都丢点东西下去 我能集中尽量集中 可惜不是每个客人都像我这样 因为我也知道 人家的服务员也很辛苦 我干嘛要每个垃圾桶 都给他丢点东西 让他去收的 毛巾能少用尽量少用 我尽量用两条 但海景在里面给我摆了八九条 我非常的感谢 我很想知道的事情是 我离开以后 你猜他们洗不洗 其实海景也在想这个问题 那毛巾碰过吗 那毛巾碰过以后 又叠好以后 我知道吗 结果海景也去 通通拿去洗了 哦那这样的太划不来了 但是你们大概忘了一个事情 我们很想把我们用过的毛巾 区隔出来 我请问你 我挂在哪里 所以大家都忘记了 我们用过的毛巾挂在哪里 你们那个杠子 通通都是已经挂的东西的 用过的再挂 应该是个新的杠子 另外搞个新的杠子 让我们去挂 上面挂个牌子说 我在外国住的时候 他们有个杠子 上面有个小牌子 叫Uster Towers 用过的毛巾 哦 那就知道 凡是用过的就挂在那里 我给你看个图片 这种方法其实是错的 一看就是洗澡的地方 这是一个拉链 这个毛巾通 还包含那个地毯 通都摆在这个上面 我们常常用一个 常常用两个 我就一直在想 下面那个我没有用过的是谁用 这个毛巾其实是两个 一个已经被我用掉了 这个在这里我没用 但是我每次洗澡都在想 我的水会不会碰到他 一定碰到 那么我走的时候 他会不会洗这个毛巾 我不知道 但问题是浪费 其实毛巾不应该 摆在帘子里面 所有的毛巾都应该 尽量不要摆在帘子里面 摆在帘子里面 就是会被水碰到 有的客人是很无聊的 反正就是毛巾嘛 他插起来就换 反正老子花钱嘛 统统把你插了 何必呢 那你猜我们怎么知道 我那个毛巾 是不是上这个课用过的 我提醒你一个重点 我用毛巾从来不用下面那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我在想下面那条永远不换 所以我每次用上面那条 结果你们跟我说 我们都换了 那我问你 为什么你们要换 那个下面那个明明没用 你为什么要换 那可能碰到水了 那碰到水了 为什么要摆在那里呢 我提醒你 我在南通碰到一个 他们的酒店 一个好习惯 凡是毛巾没有用过的 通通用一个纸封起来 他们每个毛巾通通用一个纸袋 把它封起来 一看就知道是没有用过的 我后来还带一个 书都碰到一个好习惯 书都有个酒店 凡是毛巾和睡衣 通通用一个纸条 把它包起来 我应该这么讲 用个纸条把它绑起来 一个纸条 那个纸条一拉就断了 可是凡是没有拉断的寓衣 凡是没有拉断的毛巾 就是没有用过的 那你们是怎么区隔的 像这样子 我们根本看不出来 你到底用了没有 到底换了没有 我敢不敢用下面那条 因为没有纸包起来 也没有纸条把它封起来 这是英国爱丁堡 这个毛巾是我自己用的 我照这个图片就告诉你 这个杠子原来是空的 所以英国爱丁堡的杠子 有三杠 一个是马上可以用的 一个是备用的 一个是用过的 很科学 英文做事情很科学 我再讲一遍 它有三种杠子 一个是没有用过的 一个是备用的 他们把备用和要用的是分开的 不要通通弄到一起 所以备用的是另外一个杠 待用的是一个杠 乙用的是另外一个杠 三种杠 乙用 备用 待用 三种 所以他们做成这样 所以我的毛巾就有地方搭了 但是很多酒店 我的毛巾是搭在椅子上 或者勉强地跟新的毛巾 挤在一起挂的那 我很想把它挂好 你们没有杠子给我挂 这个是厦门月华 他摆得很正确 他摆在外面 因为这个里面是洗澡的地方 厦门月华酒店 那个洗澡的地方 什么毛巾都没有 通通摆在外面 这是一个他的小推测 所以一看就这毛巾都摆得上 但厦门月华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这上面有两条 我还是不用底下那条 我用上面那条 我还是在想底下那条 他到底换了没有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他今天在那个毛巾上面绑个子弹 就完全不一样 第五个 在昏暗的灯光当中 我怎么读书 怎么写字 这个地方 我先提醒各位 你们是怎么选灯泡的 有的酒店有点偷懒 每一个灯泡都是40瓦 其实灯泡的瓦数 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简单的区可一下 在洗澡的地方 洗脸的地方 跟写字的地方 最少都要80瓦 为了看脸跟看字 所以洗澡间和书桌上的瓦数 最少是80瓦 严格讲讲书桌的应该到100瓦 床头柜应该是60瓦 因为床头柜那个地方不要太亮 它是睡觉的 有人说要阅读灯 阅读灯可以80瓦 那么我现在讲的阅读灯 我提醒你们一些 你们的阅读灯 常常是装在天花板上 从上面往下照 这个其实并不科学 我跟我太太睡在酒店 我想睡 她不想睡 她想坐在那里 读技巧兰传 但是阅读灯从上面照下来 我们两个都在光圈里面 那么我太太只好关灯 因为那个阅读灯太高了 其实阅读灯 不需要从太高的地方照下来 对旁边那个人是一种干扰 好的酒店 阅读灯都是在两侧 而且它是用那个蛇行灯管 可以拉过来 往那个书上来照 你坐飞机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那个国际航班的头等舱 旁边有个蛇管灯 是这样的拉过来 往你的书上照 旁边那个客人绝对不会照到 所以好的阅读灯 应该是在床侧 有蛇管 或者用床侧的灯 斜到过来 不是上面两个灯 像我现在头上的两个灯 这样照下来 那么整个床头都是亮的 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再回来刚才的瓦数 浴室书桌是100瓦 最少80瓦 床头柜是60瓦 门灯是40瓦 夜灯是20瓦